美国银行倒闭事件持续扩大,引发市场恐慌情绪 13日多档银行股遭受重创 包括西方联合银行、第一共和银行等 盘中多次出发熔断 第一共和银行最终收盘更狂泄近62% 创史上最大跌幅 受到银行股杀杀拖累,美股主要指数几乎收黑 其中道琼指数下滑近100点 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 尽管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及时出手 来确保储户能继续提领资金 不过市场避险情绪依旧沸腾 由于美国银行面临沉重压力 让联准会放缓升息的预期升高 使得对利率动向敏感的二年期美债值利率 为盘跌破4% 创36年最大跌幅 而除了美国金融市场严重受挫 欧洲地区也惨遭波及 包括因法德三大主要股市全部收黑 银行利股大跌超过6% 其中德国股市一度暴跌超过500点 最后以下错468点作收 美国过去一周已经有三家加密币友善银行接连倒闭 不过分析认为情况应该不至于严重到 让2008年的金融海啸重演 欧洲监管高层也指出 矽股银行放款的对象是风险较高的科技新创公司 因此对欧元区的银行并不会产生直接冲击 不过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扩大到其他大型银行 投资人还是要留意相关连锁效应 华语新闻黄于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